歡迎收看 Yoho 歡迎收看 CB進進去 實在有夠讚 讓我們會以今天的美食 家特別來賓 劉剛豪 王文 來 來 富士擋開 跟老婆一起打拚時吃的 酪椒魚頭 實在有夠讚 好氣哦 很輕鬆耶 Handy 他們是手牽手出來的 美食進入頭 開動囉 1 2 3 4 1 2 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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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夫妻大天 我們要問一下更鴻哥 你們剛剛說剁椒魚頭 剁椒魚頭 剁椒魚頭是什麼 剁椒魚頭其實是我們 以前曾有一段時間 我們去內地做生意 要花非常多錢來投資在生意上面 其實身上沒有很多的錢 可是當時我們就在廣州的時候 為了去一家餐廳吃 兩人就點了大概 差不多兩道菜吧 就一個剁椒魚頭 配一個青菜 可能還有一個湯這樣子 兩人吃起來就覺得 那個剁椒魚頭真的非常好吃 對 我記得我們要趕飛機 人家那個餐廳還沒開 我們就在門口等 因為已經來不及了 就想要吃完之後 趕快再吃完這個菜 再趕快趕飛機回去 就是為了要回台灣之前 還是要再去吃一次剁椒魚頭 再吃一次 好 我們馬上要繼續我們的 美食咕咕樂 這是我們今天的 菠式海鮮鍋 吃的美食小甜食上菜了 我們這個菠式海鮮鍋 使用大草蝦半斤 就要250塊 看它的蝦多大隻 快大隻了吧 好重的咖哩味 而且它的咖哩香料 不是滿現成的 是自己按照秘方調配而成的 好 真棒 像醬紫梨果 海鮮鍋 這麼多的料放在裡面 你們覺得 大概要多少錢 第一組請估價 我跟你講 以這樣一個鍋類 然後這麼多的料 我猜 真的嗎 一千二 麻煩你們第一點 第一點 還有下一組 第一點 是你猜的 你看看 這個蝦加上這個 算是成本 差不多 988塊錢 988塊錢 這樣一大鍋988塊錢 其實是滿合理的價格 對不對 而且非常的划算 而且再低一半還有房租費 太棒了麻煩你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划算一點 性能 比我們這個吃片 台灣這個大概應該差不多是 750 750塊麻煩 不可能這麼低 再高一點 最高一點 就800元整了 沒錯 800元 好 今天我們猜的是菜 結果他們一直在講 極強的數字的道理 他講的極強數字 對不對呢 800塊錢 喂 沒有人猜700多 現在猜到800塊錢 恭喜我們的道遠跟艾成 麻煩你們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高一點 880元 麻煩你在 一點點 一點點 860塊錢 麻煩你在高那麼一點點 高一點點而已 高一點點 865 多少 好 你猜 865 聽起來好像很饒舌 對啊 怎麼會有一個菜呢 是865 但是其實非常地接近 恭喜你 應該是我們的吧 恭喜你 對 再高一點 真的假的 869 869塊錢 不會吧 恭喜你 答對 答對 謝謝 恭喜哥哥 海參 海參 你看那個 端端的感覺 我好喜歡吃海參 真的 你看那個 好笑 剛才哥哥把他撈起來 那蝦子活了 你知道 你看他 濃郁成這個樣子 鹹湯 這蝦也太大了吧 我們的蝦 應該是很貴 半斤就要250塊錢 你看這邊多大隻 下面還鋪了白菜 而且 它的咖哩好香 對 這個師傅自己按照蜜方 自己調的 把海鮮的這個甘甜 全部放在咖哩裡面 而且這個甜有感覺是 從青菜出來而來的 來 趕快吃一下 而且它的咖哩應該是 輔助它的香甜 不會蓋過它的味道 因為它的咖哩鍋的顏色 看起來沒有那麼重 他要跳舞了 舒服 你這樣子有想到 你老婆的心情嗎 沒有 因為老婆最近 剛生完小孩 對 積極地在做運動跟瘦身 所以這麼有試探的東西 我不能拿它放在那邊 蝦子來了 蝦子來了 蝦頭經典蝦頭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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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馬上進行我們的 有夠讚美食秀 今天我們的有夠讚美食秀 非常地特別 因為非常的環保 一個愛地球表現 因為為什麼呢 是我們要做素菜料理 是的,今天今天要做師傅的 2010年的創意米食大賽優勝 好 馬上介紹我們的楊祺君、楊師傅 歡迎師傅 歡迎師傅 好年輕哦 楊祺君、農糧煮2010年米食大賽 創意優勝 也是2011年菩提金廚獎金牌得主 今天他將要叫大家 做出新潮流的素食料理哦 這金牌非常特別 還有香這個東西耶 漂亮哦 楊師傅 好 師傅今天要帶來什麼樣的料理 給大家呢 金潮流享宴 今天的主要食材有 芋泥 起司條 素肉絲 泡水生花生 白醋 番茄醬 麥芽 再來米粉 花生粉 黑糖蜜 以及我們的秘密武器哦 那現在料理也是我們的杏鮑菇 對不對 素鮑魚耶 大家吃起來它就是一個素菜 對啊 那我們這裡有一道秘密武器 加了這道秘密武器之後 我們的杏鮑菇會 哦 請問 煮杏鮑菇的時候 要加入什麼東西 才可讓平淡無味的杏鮑菇 同樣有鮑魚鮮美的滋味呢 一 紫菜 菜 二 昆布 三 三組請搶答 艾成吉道元 答案我們知道 沒錯 我們是海的男孩 答案是二 昆布 自稱是海男孩的領導員會 正確解答順利得到一個讚嗎 我們知道 沒錯 我們是海的男孩 海的男孩 答案是二 昆布 非常多的高級的濃湯 都是從裡面出來的 而且我要稍微講一下 你知道杏鮑菇嗎 其實對吃素人來講 杏鮑菇是他們的肉 好 昆布 我們來問一下師傅 請問 棒的是昆布 對與不對呢 恭喜你 謝謝 師弟的今天 好 恭喜艾成哥到底得到一個讚賜 謝謝 我還以為說是加海水就會有海鮮的味道 加海水 是的 趕快來看看我們今天的 可以讓杏鮑菇同樣有鮑魚美味的滋味 是什麼秘密武器呢 一 二 三 我的天 終於見到庫庫本人了 對 是不是就看起來白白的 它是從海裡面長出來的 我們生過日曬 它還會有一點海的鹽分在裡面 所以上面是鹽巴 對 它有一點鹽分在裡面 還有海鹽 有海的味道嗎 有海的味道 是 觀眾朋友真的要注意 喂 師傅 剛才在我們討論的期間裡面 你已經放了這一鍋有沒有 已經把這個杏鮑菇下鍋了 這鍋子裡面加了什麼樣的調味 我加了兩大匙的醬油 兩大匙醬油 少許的鹽巴 少許的糖 然後再加一大匙的麥芽 麥芽 對 然後再加 兩大匙的味鈴 味鈴 是 然後還有看到旁邊有一顆 那什麼 化美 它的味道會更鮮美 體會 還有這樣的事情 也算是秘密武器 也算秘密武器 其他的菜應該可以用這樣放嗎 滷魚的時候 滷魚肉的時候 海鮮的時候 檸檬鮮都會放啊 有 那麼師傅 你這昆布紙放了一條 會不會絕對好像不太夠 感覺我們這節目很小氣 不會 我們這樣子半條就夠了 半條就夠了 不能太海 不能太海 師傅今天非常地貼心 在這邊有特別準備 我們杏鮑菇 切好了 要給你們試吃 真的 對不對 讓你們吃吃 杏鮑菇也可以變鮑魚 好不好 好 它的Q勁其實跟鮑魚是一樣的 真的 我來嚐嚐看 好彈牙 很Q嗎 對啊 為什麼他要放 因為我放酸梅了 這味道好夠 酸梅完全給他那個 不像杏鮑菇 香甜的味道 不像杏鮑菇 真的很像是鮑魚 而且你吃完之後胃口就開了 很不像菇 好 直接有看師傅拿了鮑西出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 豆漿布 豆漿布 嚇我一跳 我以為這就真的要加抹布了 因為我們現在要來做 第二道的花生豆腐 花生豆腐 先把泡過一碗的花生 生花生 生花生 我們就放在果汁機裡面 要打成花生汁 我們要打成花生汁 是不是它是帶皮兒的 對 對 沒關係 因為我們有過濾 那我們就加水 那那個水的量是多少 七碗的水就好了 七碗的水 半金花生七碗的花生 大概我們木碎就是蓋過它 沒有 我們一開始打 不能一次加滿 因為加滿的時候 我們打的時候 花生不會均勻 我們要慢慢打 它打的時候會濃稠 濃稠之後它在打的過程 它會越來越均勻 對 那我們水的量就 加到花生上來一點點就好 打成泥之後 我們就這樣子就OK 常溫的水就可以了 對 一般的家庭的水 這樣就好了 自來高湯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下去 我不是要花生打完水 打完之後是白色的 對 你看看它的顏色 這樣看感覺很像小米粥或洗飯 對啊 那我們剩下的水 就可以加在這個果汁機裡 把剩餘的 不浪費 對 這樣子 一方面你也不用再洗 洗這個 再洗一次這樣子 用的水滿多的 對 對 因為洗碗水 這樣子做出來的豆腐才會鮮嫩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現在已經慢慢過濾出來了 顏色變得非常的 是 好白喔 很像豆漿的顏色 是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汁擠出來 好 這是好有的一種 好像在擠牛奶喔 對 它有一點 精華 還要捏 麻捏 好像牛奶的顏色 那擠的時候一定要洗過手 我實在想不到花生出來 是白色的耶 對啊 洗完之後我們就把它放在鍋子裡面 是 對 其實花生也算是黃豆類的東西 對 就像黃豆磨成豆漿的時候 也是白色的 對 也是 我們再把我們的再來米粉放進去 再來米粉 大概量多少 這樣的再來米粉差不多三兩 可是師傅 做這個很費工 對 花生豆腐很好吃 還要吃 滾 先滾 滾完之後還要再蒸 對 大概花費的時間要一天 那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第二道的秘密武器 又有秘密武器了 真的嗎 好 大家聽清楚了 請問 在做花生豆腐的時候 加入以下哪一種東西 可以讓花生豆腐 做起來又快又好吃 一 糯米粉 糯米粉 二 玉米粉 三 太白粉 好 好 來 三組請搶答 好 好 我現在沒有想到 這好厲害 有三個可以選擇 我覺得以我們做菜的經驗的話 應該加的是 玉米粉 對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花生豆腐 再加一點玉米 還滿好吃的 喂 趕快來問他們師傅 玉米粉對不對 這麼厲害 真的是亂猜的 恭喜更鴻得到一個贊子 恭喜 好 我們好像來看一下這道秘密武器 玉米粉 好奇怪 這個玉米粉差不多一兩的量 一兩的量 為什麼要加玉米粉呢 因為加了玉米粉 會讓我們的花生豆腐 更Q嫩 更Q嫩 它為什麼可以加速你的速度 它是 對 為什麼可以加速它的熟成的速度 因為它在煮的過程 它會溶解 然後它會有一個勾芡的效果 勾芡 勾芡就是太白粉 對 為什麼不用太白粉 玉米粉比太白粉的質還要好 質感會比較Q比較嫩 好Q嫩 對 那我們就邊煮邊把它煮成濃稠就可以了 好漂亮的顏色 在師傅酷的時間裡頭 我們會想請問一下 更鴻最喜歡吃的是什麼 完費你知道嗎 數到三你們一起答錯 一起講出來 好殘酷 1 2 3 請作答 有番茄你是錯的 多了個番茄 多了個番茄 健身的關係嗎 我就不曉得 小時候可能就還滿喜歡吃蛋的 我就說早晨起來到早餐店 我就跟老闆來講 麻煩六個蛋 六個 六個 六個荷包蛋 然後老闆還想說 你可以吃這麼多蛋 我說 因為我覺得吃蛋好好吃 你到現在還是這樣吃嗎 對 常常就是大概都吃五個蛋 你沒有去檢查身體還可以嗎 沒有 因為我一直在運動的人 就可以吃這麼多 不然會膽固醇過高 好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花生豆腐已經變濃稠了耶 它感覺上變成 像魚漿一樣之類的感覺 對 放在我們的容器裡面 這外面鋪的是這個 保鮮膜 為什麼鋪保鮮膜 鋪保鮮膜 因為不要讓它黏在我們的容器裡面 但會取出來也比較好取啊 所以呢 這不會溶掉喔 對 不會 這是耐熱的 這是耐熱的 現在外面都有在賣耐熱的 那我們煮好 我們就稍微 像我們的吐司一樣這樣子 敲兩下 整瓶就對了 為什麼讓空氣出來嗎 它會比較平均 來 旁邊 緊接著下來 我們要做什麼 那什麼 我們要做起司雞排 起司雞排 素的還可以吃到雞排 怎麼可能啊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杏鮑菇 這是切丁了對不對 切丁的杏鮑菇 切丁 我們要把它炒熟 炒香 我們鍋子一定要熱 為什麼一定要熱 下去的時候它瞬間 焦香氣味比較夠 還有焦香的氣味 對 它會有香氣肉的味道 超少 對 我們少許的油就好 因為我們香菇它會吸油 吸油 對 香菇之後它會吐水 是 多少的量 好 我們大概一條的量就好 一根 把它切丁 這好像棉花糖 真的 真的 抬下去接著它 那我們放下去之後不要 對 不要馬上去翻它 真的 讓它煎一下 讓它香氣出 它真的出水了 換 換 煎到像這樣子金黃色我們就可以了 關火 我們就把它放在芋泥裡面 直接放在芋泥裡 對 我想做雞肉還跟芋頭有關係 這樣子沒有味道 我們要幫它加分 加分 對 胡椒粉 黑胡椒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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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顆粒比較大顆的 因為我們是做藍帶起司雞排 是 所以我們要有一點 國外的味道 黑胡椒 然後 然後 意大利香料粉 這粉很重要 然後加一點點 一點點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味道 是我們台灣人的古早味 什麼味道 令人懷念的好滋味 非加富可的台灣古早味 叫 很重要的味道 是我們台灣人的古早味 什麼味道 五香粉 五香粉 對 這樣子加下去會有一點滷肉的味道 那我們再加一點鹽巴 少許就好了 最少 鹽巴最少了 對 因為我們的起司有鹹味 那我們這個就是把它拌勻 拌勻 開始攪拌了 好 我們現在要把保鮮膜攪開 把它加在保鮮膜上面去 對 那我們把我們的切打起司 跟馬之瑞拉起司 這是會切 切打什麼 切打起司 它有兩個顏色耶 切打起司跟馬之瑞拉起司 把它放在它正中間 長條形的切後片 那麼 現在要把它合起來 對 我們把它合起來 因為我們如果用手的話 會用到髒髒的 然後我們就用保鮮膜這樣 把它包在裡面 對 這樣子就比較方便 我們就不會沾到手 我們要過三關 過三關就是乾麵粉 濕麵粉 跟雞蛋 跟麵包粉 所以第一關是什麼 麵粉 像肉團的顏色對不對 獅子頭嘛 這個 喂 真的 獅子頭 這要壓扁嗎 好 第一關了 對 我們就把它捏縮起來 那這做完還可以變雞排漢堡 真的 真的 加一點生菜 漢堡牌 它不只是味道 然後我們再沾那個蛋 它連視覺都像肉 全蛋對不對 這是全蛋 我們再把它放到麵包粉 麵包粉 真的好逼真 好像在做肉 沖以料理 沾好我們就下鍋油炸 好 剛才我們一樣 油已經熱鍋了對不對 對 請問油溫是多少 我們差不多130 140度 下去油炸就好 所以是中火 130度的中火 對 我們要放下去了 這樣 從鍋邊 這樣 好 讓它躺下去就好了 下鍋了 今天的食材沒有別的 都是杏鮑菇 對 它的纖維比較粗 比較 口感比較像肉類 但是我很好奇 到底該怎麼樣挑選 是好的杏鮑菇 再給對面的人一次機會 請問 以下何者為品質優良杏鮑菇的特徵 1 聞起來有杏仁香 2 摸起來纖維夠粗 3 菇餅看起來乳黃 3 3 請搶答 3 菇餅看起來乳黃 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是怎麼樣呢 師傅 恭喜 答錯了 好 其他兩隊有機會了 好 機會兩組請搶答 來 我覺得應該是摸起來 纖維夠粗 恭喜 答錯了 妳就不算分了好不好 對 不算分了 我們的答案就是聞起來有杏仁香 對 可是我常常在外面看到真的有乳黃 真的菇餅真的有乳黃色 對 有乳黃色的是因為 我吃到都是放比較久的 原來 你聽我去包箱都是放很久的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我們一樣要做個醬汁 要做醬汁了 好像可樂餅 好像 好厲害 然後我們放 番茄醬 番茄醬 我最愛番茄醬了 那記得我們番茄醬要稍微炒一下 它的茄融素 柔融素才會出來 對 番茄 預熱 預熱就好了 我們的蘋果醋 這蘋果醋 蘋果醋 蘋果醋 對 我們的 酸酸甜甜甜 我今天在流口水 還要加化美 蘋果醋醬 那醋的味道加熱跑出來了 對 好酸喔 對 我們再來一點點糖 然後我們這裡再來勾個 勾個薄欠 薄欠 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欠值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厚 我們現在準備要擺盤了 那我們要搭配 我們的視覺饗願 那我們今天搭配了很多食材 素食材 食蔬 對 我們把我們的鮑魚 跟捲軀 紅捲軀 放在一起 好養生 還有小黃瓜切條對不對 切成這樣子 你看 還要切 還要再切掉 底部是不要的 你這擺盤也 我們做成一朵花朵 這樣子 好養生 很糟糕 我們的鮑魚要加一點沙拉 一點點就好 那我們再加了一個 風乾的番茄 風乾的番茄 醬汁來了 剛才自己做的 對 糖醋 糖醋 好香 我們要畫盤 這擺盤好漂亮 差很多 很舒服 沒有畫 真的要畫一下 畫龍點睛的主法 然後再把我們的蛋蛋 蛋蛋豬排 雞排 雞排 然後再把我們的一些食蔬放進去 它會呈現很Q很嫩 好Q嫩 好Q嫩 它不會輸給我們的 婚菜的東坡囉 今天的花生豆腐 跟以往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的花生豆腐是做甜點 那我們把花生豆腐 放到我們的黑糖蜜裡面 黑糖蜜 聽起來就好好吃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花生豆腐 放在花生 黑糖加荒生粉 第二關了 它有Q嫩 但它又不像麻糬那樣子 對 然後再做一個盤式的做法 再做擺盤的裝飾 裝飾 不用寫你的名字吧 要畫畫了 還有簽名 對啊 簽名 所以我們的藍帶雞排有沒有 然後再跟我們的豆腐 甜點他們是在一起的 還要從小變大 從大變小 連著功夫告有 你看看 甜點還是要有一點水果來搭配 黑豆耶 好養生 好長喔 我們今天的料理 新潮流饗宴完成了 OK 馬上來宣布我們今天的成績 恭喜我們的歌詞喉哥 得到兩個讚 可以獨自享用我們的 新潮流饗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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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們馬上上菜囉 二頭肌 好壯 鮑魚 鮑魚 杏鮑菇鮑魚 有鮑魚的味道嗎 這鮑魚當然生菜的感覺 是更棒了 真的喔 吃不出來是杏鮑菇對不對 有沒有海的滋味 海南海的景色 突然感覺我穿著泳褲 在坎丁的海灘 然後呢 衝浪 緊接著我們的主菜 我們的雞排 誰叉子好輕易就進去了 最後 彈膝 彈膝 流出來了 它就融化掉了 它整個融化 我要看雞肉跟鴻哥 我剛剛起外放了芋頭 但是我們卻沒有覺得 有芋頭的味道會在裡面 但它是幫助它的口感是不是 對 是 這個煮在玩的時候 接下來是甜點對不對 鮑魚 對 真的假的 你一口都不剩 一口都不剩 他老婆說 你一口都不剩 配在這個之後 你整個口感 吃完東西是很舒服的 不會變膩 甜甜 嫩嫩的感覺 比花生什麼豆花還好吃 很棒的甜點 太棒了 太棒了 在這邊恭喜我們跟鴻 得到一個我們的食神獎盃 好 獎盃 今天獎盃可以拿 什麼好意思 謝謝 太棒了 那我就先乾了 喂 今天從頭到尾都是我們的 耿紅吃到尾 真的 給我們的耿紅掌聲鼓勵 謝謝 我為了要贏也是不捨手賺 對 你看老婆都沒有吃到 衝破到尾 因為老婆現在不能吃太多東西 還欠我再回去買雞蛋 也謝謝我們的楊師傅 帶來師傅 環房什麼好吃的 新潮流享樂 新潮流享樂 謝謝師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記得追蹤好像7人杯 收看我們的 新屁地心群 拜拜